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 蛇蛇談吃啦 那後來哲平去重開了一支帳號喔 那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本帳那支帳號還在啦 然後後來有發現就是 這個七日活動結束之後的話 還會再有另外一個七日活動 然後只要努力的達成我們這邊的任務的話 一樣是可以獲得我們這邊的S級的裝備喔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我覺得 還在這方面來說的話算是就是... 該怎麼說呢 就是... 頂佛的嗎 但是感覺那個任務好像有一些地方還是得花錢了喔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既然我們都已經重開一支帳號了喔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獨一之緣之角色究竟好不好玩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花個430塊支持一下這款遊戲 然後應該也會來買一下這個... 基金的環節吧 所以就是花個1000多塊來玩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還蠻好玩的喔 那我們就先來買一下我們的禮包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來買一下 我們這A字品質的這個蛇領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應該蠻酷趣的 而且買了這隻蛇領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要把所有的這個... 木屬的這個...該怎麼說呢 石頭啊 都應該給他了吧對不對 然後他是直接三星耶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真的要支持一下的話 買這隻好像就還蠻足夠的喔 來 快速升級 全部升級起來這樣可以到等級7 喔 沒問題 然後 這邊的這個石頭 我們就都有給這隻了喔 畢竟他是木屬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的話他的技能好像是那個... 會有一個毒氣是不是 他是叢林的這個掌控者所到之處施放這個毒花 喔 所以他這邊的話 基本上施放毒花之後的話 會一段...地圖上面會有一個毒圈這樣的概念這樣子喔 好 那沒有問題 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用這樣子的蛇來打一下我們這個... 冰原領地喔 因為之前在打冰原領地的時候是沒有讓大家看的 因為我是10以下打贏的喔 那目前買了這隻蛇之後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蠻好到達就是... 很後面有一個地方的吧 來 我們看一下喔 改變之後的話 他蛇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他很像一朵花 走 遠看像朵花 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很像就是... 他應該是像那種毒花的感覺欸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血量這邊是直接到了這個... 8293環節 我覺得買了這隻之後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到還蠻後面的吧 喔唷 哇靠 他的這個毒範圍也太大了吧 大家我跟你講喔 真的如果跳出這隻的話 400多塊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就是 我們這關卡 畢竟要打到第11章節 才可以再抽我們這個蛇蛇啦 所以一開始的話 基本上你要拿到這麽高等的蛇的話是 比較難的喔 那買了之後呢 確實...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在打這關的時候 好像也是蠻輕鬆的 只是他這個毒氣真的好誇張喔 腰勒哥修 超大範圍欸 我原本想說就一點點而已 結果他超級無敵大 大到一個很誇張好不好 這個範圍超大 那比我們那個就是 那個冰蛇蛇 那個B級的那個冰蛇蛇 還要範圍大很多欸 OMG 只是他這邊的這個蓄氣環節 就真的會稍微比較少一點點喔 但是你要放一個好位置有沒有看到 超毒 我的天 毒爛 這個打BOSS應該也是蠻爽的喔 但他這個蓄氣就稍微比較久一點點喔 好 可是你就可以讓你自己的周圍 喔 好爽 這個果然就是花錢享受阿好不好 花錢享受 而且我是覺得就不會很貴啦 不會很貴 就慢慢的玩就可以了說真的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裡面有一些七任務的地方是 你必須要花費阿 還有就是得拿到多少就是鑽石 所以這邊才稍微就是花錢支持一下喔 430塊當買個禮包這樣感覺 然後也幫助我們可以打到比較後面啦 我是覺得這個的話大家也是可以 如果你沒有課金的話 你也是可以等到就是我們那個 11張通關之後有沒有 再用11張通關之後的這個 蛇蛇區 我拿去解鎖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著急喔 我只是因為我覺得我想要拿到那個 七日任務的那個 完美的那個就是S級的這個裝備 我才會去花的 因為我覺得你要花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要花在這個刀口上喔 因為一開始沒有花了 沒有先把他用滿的話就很可惜 像我之前打阿特攻的時候 我也是一開始沒有先把一些東西弄滿 所以我後來就很後悔 然後那款遊戲基本上的話 就少了一把那個 什麼 少了一把我們那個永恆的那個 追光者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這個的話呢 這幾個裝備我應該都會 想辦法給他拿起來喔 然後因為我們這一次有就是那個 打那個什麼 就是挑戰任務啦 關卡 所以我們也是 到滿就是那個 前面還剩幾天的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順利的打到我們就是 之前那一支帳號的這個章節了喔 我也是沒有就是先買這個禮包啦 我是今天才就是第一次買這隻 蛇蛇給大家看的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就是 你沒有課金的話是打不贏後面關卡什麼之類 其實都可以慢慢的玩慢慢的弄就可以了喔 然後記得這個身體一定要針對就是那個 關卡來做一波選擇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像如果你沒有就是 針對那個關卡做選擇的話 或是你就是 只有爛他就是只有一個 然後你沒有剩他一些就是那個 攻擊的東西的話 那就會很可惜這樣子喔 所以就盡量就是 你一開始選擇了啥啊 你就盡量跟他到最後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他能不能幫助你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那個 攻擊力那些的東西也是很重要的 滿血可能比較難啦 但是你損失血量的話就是你損失一點點血量 他就會一直加攻擊 那個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說的話會還蠻不錯的 因為你至少就是不用擔心就是那個 損血之後沒有什麼一些能力之類的 然後滿血的就看你要不要選喔 我覺得如果要選滿血的話就一定要搭配就是我們那個 無敵盾牌喔 好我們現在都先把這個聖光身體拉高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還蠻好運的 一開始就先把那個聖光身體這邊的三個能力 都已經拉到一個頂標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是超級無敵折射派喔 然後那個身體很多會增加攻擊的 那個基本上我也都會選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那個 加20%的那個攻擊我也會選 所以盡量也要增加一些攻擊啦 不然其實好像也會打不痛的感覺 喔 這個毒真的很high欸 我覺得用這個毒來打Boss應該爽歪歪 然後大家還記得我們這關的話 基本上我們卡在那個什麽 卡在我們那個什麽 卡在我們那個 第10關那個Boss有一段時間對不對 但是後來基本上你把你的一些能力升上去之後的話 就會比較稍微偏輕鬆一點點了喔 可以可以 我們先打完第10關 我們再直接看一下能不能打到我們最後一關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這個的最後一關好像是一隻冰蟲吧 那之前沒有讓大家看過那隻冰蟲 所以今天就讓大家看一下喔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你們看到 我們這邊先把這個聖光的身體拉滿了 就蠻輕鬆的 我覺得盡量就是讓一個身體都拉滿到最高 然後盡量就以他為主然後趕快弄 我們現在基本上哲平也沒有太用這個毒氣在打 但是這隻蛇本身的話 應該他的攻擊力跟血量應該就是蠻高的喔 好 那哲平這邊其實現在先去打一下 我們到我們的第30關或是第25關的話 再來切一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囉 哇~~~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從我們27關開始喔 然後後來的話 因為哲平選了就是我們這邊的草屬性的身體才發現拉 就是這隻角色一開始本來就有兩個很像花花的東西對不對 那個其實就是我們草屬性的砲塔欸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就自帶兩個草屬性的砲塔了欸 超級無敵猛的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一開始想要先走一個就是比較高砲卡的一個角色的話 應該是可以先從這個植物開始 因為 每一個砲塔的話在身體上面好像最多就只有五個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已經有五個這個光線了 那再來的話基本上我們這邊 好像本身的那兩個的這個花砲塔沒有包含在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砲塔裡面耶 所以 這隻角色的話基本上應該最好一開始要先走這個 這個木屬的這個招式會比較好 因為他一開始本來就先給你很多這個 木屬的這個招式的這個砲塔了喔 所以你先優先升的話你就可以拿到蠻多的 然後總共因為 身體最多能夠拿的這個砲塔基本上是五個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就是我們本身自己有兩個這個砲塔 是沒有創在我們這個砲塔裡面的 所以現在我們身上是有一二三四 四個這個草屬性的砲塔吧 一二 欸一二三 欸 欸一二三 四個四個 但是我們現在身上基本上就選了兩個 所以基本上有兩個是他本身就給我們的 所以你先優先選擇就是我們這個木屬的這個招式 先讓他提升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有七個這個木屬的這個砲塔 那強度的話就會很強這樣子喔 我覺得還算不錯耶 這隻 這隻基本上四百多塊 而且還會給你一些就是鑽石啦 所以你如果是小課玩家的話呢 真的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應該買了不會後悔喔 尤其是他看起來真的蠻帥的 而且他是連木砲塔都有那個特效耶 一隻花的感覺喔 好 那這隻就是我們這一次章節的Boss啦 之前是沒讓大家看過 因為是哲平自己打贏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能不能 用我們這全新的S級大蛇蛇 打贏這個關卡 來看看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是瘋狂的這個 燈光夜總會的感覺有沒有看到 瘋狂在這邊掃射這個光砲 沒有問題 那這次大概比較麻煩耶 大概就是那個狂暴模式之後 他會一直叫出那個就是小字的那個會 發龍捲風的那個冰塊小冰 那個會比較麻煩 但其他彈幕都還滿好閃的 我們來看一下走近一點點來讓他吃毒 看一下這個吃毒效果有沒有很高 好像也還好耶 他是不是其實也不怎麼怕毒啊 可以喔 反正現在基本上我們輸出應該是夠的 所以不用擔心他的這個狂暴模式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Nice 打贏 好不好 那你們有沒有買我們這隻這個S級的這個蛇蛇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欸 你們使用上的這個經過或是看法 我是推薦就是大家如果一開始就是 可以選木屬的話應該就是先選木屬的 因為他會自帶木屬的這個東西啊 還算是蠻不錯的喔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今天取得了一隻新蛇蛇 超級無敵酷炫的好不好 那這隻如果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來買一下喔 劇毒資源沒有問題啦